大家好,9月19号礼拜六啊,今天我弹性挺浓的啊,接着跟大家聊啊,这个话题层出不穷 现在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时代,各种的闹剧丑剧啊,这个新闻丑闻啊,这个这个绯闻 是吧,有人说是最好的年代,也有人说是最坏的年代 反正很有意思啊,又出了一些幺蛾子啊,又出了一些穿帮的事儿咯 看,这个大了,你的导弹,就要把他抬下来的 上来,上来,上来 这什么啊,有个导,真好 捞上来,拿上来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挺好玩吧,像是北方,前两天不是说在青岛外海,黄海海面上,也这个解放军军演了吗 是吧,然后浙江宁波也军演了,北部湾也军演了啊 判断这几个人的长相,还有画面里的,视频里的说话人的口音,像是北方口音啊 我初步判断是在青岛啊,烟台啊,或者大连啊,是吧,这一带发生的事儿啊 这个,前两天,今年以来吧,四五个火箭都掉下来了 然后前两天,军方说发射四枚导弹,要飞过台湾的近海 结果呢,只有两枚打到了预定目标 有两枚,中间掉下来了 好像在广西吧,某一个山区,有一个导弹就砸在一个小村旁边了 砸在山坡上了 幸亏没砸到村里,没造成伤亡 就是说命中率只有50% 很多年前,九几年,96年,不是台海军演吗 96年之后,我有一次坐火车 遇到一个江苏某军用机场的空军军官 他跟我说,空军用的通讯装备都是美国人提供的 可能是摩托罗拉公司的 结果这边一军演 所有的通讯联络全都 应该叫失灵吧 还是叫断了,还是叫 反正是出问题了 由此我想到了 很多画面刚才在我脑子里面浮现 我是一个思维比较活跃的人 我想起了,比如说太平天国对洋枪队 比如说义和团 是吧,义和团曾经为了跟洋人打仗 让一些妓女脱下裤子 对着洋人的大炮 说这样的话,洋人大炮就打不准了 是吧 然后还,我听到有人说 抗美援朝是长津湖战役 说一个战役下来 说志愿军的减员 包括战斗减员和动恶而死的 说一个兵团 第九兵团 说15万的总兵力 9万人就没了 只剩6万人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一段 听别人说 然后我了解的比较清楚的 我做了三期节目 给大家讲解的那个底瓶礼之战 美军一个团 加法国军队一个营 志愿军主攻和侧翼的侧应的五个师 最后这五个师被打死了 打伤了 总之战斗和非战斗演员超过三万人 是吧 然后被迫丢盔弃甲呀 然后撤离战场 差不多战斗就持续了两个晚上 美军才死了 可能是一百人还是几十人 志愿军三万以上的人战亡了 关键是志愿军是在朝鲜战争 是一军对三军 志愿军只有陆军 志愿军的空军 海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白天夜晚美军狂轰滥炸 就是你比人家落后 1950年的时候 中国志愿军 中国军队比美军落后 现在2020年了 过了70年 还是落后 对吧 你连个芯片都造不出来 对不对 当然可能某些低档次的芯片能造出来 但是真正的军事芯片 高科技芯片做不出来 中国的高铁 很多都是国外的设备 14年 我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那个导游 华人小伙子亲口告诉我的 还要让对方签一个保密协议 对吧 但是中国的凝聚力 为什么没有凝聚力呢 当官的 对老百姓是实心实意的吗 当大官的 对基层的官员 是实心实意的吗 都不是 对吧 中国从古至今 他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一层压制一层 一层歧视一层 一层欺负一层 对吧 所以呢 中国人你看 再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互相欺负 明天你有管 大地儿走吗 你有 拍我的 照人啊 拍我的 别走 别穿两股 我 我呀 别穿两股 先走 哦 比如什么 朋友 快走人 你给我坐人 放我呀 起 起 老远 啊 放人家 放个 打个鞋 这是河南永城 是吧 这个杜玉明 就在永城被俘的 淮海战役 徐棒会战 你看这两个女孩 打这个女孩 他们一定是同班同学 或者是同一个宿舍的 社友 室友 就 一边打着 还一边嬉皮笑脸 就这种情况 在我上学的时候 经常发生啊 七八十年代 到现在还一样啊 我也被同学打过呀 当然我也打过同学 对吧 但是我打同学的时候 我没觉得 呃 我嬉皮笑脸 是因为他们欺负我 我还击 我才打他们的 但是别人打我 有的时候确实是欺负我 是吧 当然我这么说 有人说 哎呀 全是你的理 你怎么那么会说呀 但是我认为 我说的是真话 可是在中国的中学 小学也有 大学也有 啊 那单位呢 是吧 这些欺负人的人 上了班以后 他们会不会 以多灵寡 啊 人多打少的 欺负人 利用人数的优势 利用家里边 有钱有势的优势 你在中国当官的 是吧 当公务员的 哪怕是个事业单位的人 他都觉得高人一等 对不对 你看那个武汉病毒所 那王延毅 一个学艺术的特长生 到北大来 陕西的 都没有考号 就入了北大了 这明显就后门来的呀 又嫁了一个老公 那老公有四次婚姻 他是他第四次 对吧 就长得漂亮啊 他懂吗 然后他做那个 采访的时候 连我们家有的朋友 亲属都说了 说一听他就不懂英文 跟我一样 但是我不懂英文 我就初中毕业呀 我自己承认呀 他都不承认 还说自己是 学历有多么多么的高 我说的不懂 不是说他基本的 绘画肯定是懂一些 毕竟受过高等教育 但是 他的专业的很多词汇 一听就不懂 他不就靠着自己老公吗 中国有多少人 是靠着裙带关系 说白了就是生殖器关系 有多少是这种人 对吧 哪怕爬到最高层 对吧 中国好像副部级以上官员是2000个 这2000个当中 大概70%到80%都是有托的人 都是比如说红二代之类的 是吧 其实我之前做过节目 就是聊这个中国的红二代 我做了十三四期 每次聊个二三十个人 你不光是政府 连各种协会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胡启力 胡启力当然不能说是个贪官 就说为人 人品 还是不错 他因为受赵紫阳的连累 本来是常委级的 后来给降到电子部当部长 现在退休了 他亲妹妹 叫胡启恒 三点水 北越恒山 恒心的恒 中国互联网协会的会长 然后参加一次座谈会 我们跟他在一块 有人问他 他说我不是政府官员 其实我跟着偷笑 谁说你不是政府官员呢 你就是 因为他们的经费 他们的工资 他们的各种开销 连他们的办公地点都是有保障的 都是老百姓的纳税 民脂民膏来供养的 他说他不是政府官员 是吧 我只能是发出一声冷笑 对吧 或者是一声苦笑 所以你说中国这个导弹 都飘到海边来了 是吧 而且它是导弹标靶 导弹标靶应该是导弹命中 之后它就破碎了 然后那些残渣就飘得没影了 你看这就证明什么呀 没打中 我给大家再看 是吧 他没打中 没打中 然后前一段我做了一个节目 是我在国内的一个朋友 是一个女性朋友 她跟我们聊天 她说 她说她听这个南海舰队的人吧 聊天 说有一次南海监队演习 说就演习互相攻击 结果两边的军舰 比如说红方和蓝方 蓝方就扮演敌人吗 彼此找不着 最后不得不用无线电通话 说我在哪儿哪儿的 你对我发动攻击 这才能找到 这个落后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个 其实中国的落后啊 最大的落后还是体制 还是体制机制 制度的落后 当你制度落后的时候 人人自危 人人不敢说真话的时候 甚至你说了真话 把你打成右派 是吧 把你打成反革命 把你打成走资派的时候 什么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 是吧 当你连句话都不敢说的时候 你能有什么发明创造吗 对吧 那真正的强大 怎么叫强大 你看美国川普了吗 川普 有一半的人反对他 不喜欢他 瞧不起他 结果川普有一次车队 到美国哪一个州啊 旁边有一女的中年妇女 带一个头盔 就是骑自行车 那种运动式自行车 那那种 那女的冲着川普的车队 竖一个中指 那意思就是骂你 fuck you 骂你 结果 那老板可能是个川粉 或者是个马屁精吧 给这个中年妇女开除了 马上没两天 这女的就接到了 是几千个 还是上万个工作邀请 有上万个公司的老板 站出来挺这妇女 就是说你这么 是吧 利用权势 或者说你害怕权势 就不行 拍马屁就不行 对吧 所以你看人这样的国家 这个总统你看见了吗 前一段总统 川普有疫情的时候 他到了一个大的物流公司吧 是哪一家 我忘了 还是哪个超市 对吧 点头哈腰的 还有那个马斯克 那个公司 做那火箭的 川普到那跟人客气着呢 冲人家 点头哈腰的 鞠躬毛腰的 对不对啊 你这个越是领导人 在本国对老百姓怂 到国际上越硬气越横 是吧 在本国吹牛逼 一天到晚的 板着一张臭脸 欺负老百姓的 这样的国家在国际上没地位 你就是拿钱砸 钱你砸不动了 没钱了 对吧 酒肉朋友 你给人家提供不了酒肉了 人就散了 酒肉朋友是靠利益为纽带 你不给人钱了 没有好处拿了 人就颠了 谁支持你啊 最后你就孤家寡人 对吧 你看看卡扎菲 扎伊尔的蒙伯托 伊拉克的萨达姆 对吧 叙利亚的巴沙尔 南斯拉夫的米罗摄维奇 对不对 苏联的 什么什么 是吧 赫鲁晓夫 格尔巴乔夫 格尔巴乔夫不算 是吧 伯利尔涅夫 赫鲁晓夫有一个 炉边谈话 是吧 炉边谈话是美国人 有一个厨房里的辩论 跟美国的是肯尼迪 还是尼克松啊 结果怎么样 苏联灰飞烟灭了 对吧 美国更加强大 有一段时间说 中国有一个言论说 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在上升 美国一直在衰落 美国占的比例在下降 可是你现在看 美国的强大 是从他真正的机体里边 体制里边 从他的国本 是吧 过去老说 哎呀 亡党亡国 动摇国本 什么叫国本呀 国本就是体制 就是制度 美国的强大 不是一个偶然 说哎呀 两次世界大战 过去老是说啊 一战二战 美国卖军火 美国发财了 别的国家 什么英法 老牌帝国主义 完蛋了 那是某种程度上 部分的事实 最根本的事实 不是那样 那委内瑞拉呢 很多国家 阿根廷呢 曾经很富裕啊 资源很丰富啊 怎么经济还垮了 人民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呢 对不对啊 所以资源不是绝对的 那你缺资源 瑞士有什么呀 瑞士什么都没有 对吧 瑞士反而很富裕啊 最根本的是 头脑和制度 对吧 好吧 就聊这么一段啊 这个今天聊了七八段了 今天弹性很浓啊 谢谢 我们下期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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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